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Shopify卖家故事 如何用一年时间做到上百万美金的销售额 1.来自荷兰的Lukovishvind 和来自澳大利亚的Daynekes 是电商品牌BearBunch的创始人 BearBunch是2018年发展较快的电子商务品牌之一 是Shopify卖家的成功案例 在短短一年时间里 他们就建立了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在线商店 并立直到2018年底要达到1000万美元 那么他们是如何在仅深库市场大获成功的呢 本文将带你深入了解 他们在Shopify上大获成功的秘密 给中国卖家的建议 当每个人都朝一个方向走时 你要另提细境 在每个人都试图建立一家T恤公司时 我们则进入仅深库市场 因为T恤山市场逐渐变得饱和 尝试新的需求量大的产品 这样成功的机会会更大 BearBunch品牌创始人说道 那么 这对搭档是如何迅速在短短一年时间内 斩获500万美元 取得巨大成功的呢 以下是能够帮助中国卖家建立自己的七位数收入的 电子商务币国的极点建议 一 建立电商品牌刚开始时 LOOK和合作伙伴但从事T恤业务 销售额达到了100至200万美元 但在评估了市场的饱和程度后 他们决定寻找其他利基市场 方法是找到利基市场 进行详尽的研究 然后为特定的目标客户创造产品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对产品进行设计 并且能够在产品上留下标记 就这样他们发现了受欢迎的景深库利基市场 他们在2016年12月建立了BearBunch 发现了景深库的流行趋势 并注意到景深库这一非常细分的利基市场 还没有商家在做 市场上虽然有品牌景深库和景深库设计师 但对于较小的兴趣主导的景深库利基市场 市场上还存在发展空间 于是他们在2016年圣诞节前开始营销 结果意外发现人们对这类景深库有很高的需求 也就是从那开始他们的业务开始飙升 第一个月就赚了超过10万美元 并且从那之后一直在增长 二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戴恩和Luke在2014年左右认识 两人都购买了相同的Facebook营销课程 因此在同一个Facebook学员小组 戴恩向小组成员求助 说他正在找一个能帮助他运营Facebook广告的人 当时Luke刚刚开始接触T恤营销 而戴恩在T恤营销界已经小有名气 于是Luke决定以Facebook广告经理的身份接近他 Luke心想 为什么我不以能帮他运营广告的理由与他接触 同时从经验丰富的他身上学点东西 有了Luke的设计背景和Den的分析技术 他们的工作配合得很好 因此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 自从合作以来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只有五次面对面的交流 每天通过Messenger聊天来处理业务 并且每周通过Zoom执行会议 据了解 在世界其他地方 有个合伙人实际上被卖家而言有非常大的用处 因为这意味着有人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区 这能够确保一天24小时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在工作 例如一个人睡觉时 另一个还可以继续工作 三创建和发布产品 拥有T恤业务的经验 使他们在创造Luke产品方面有了良好的开端 他们知道自己卖的是什么 要卖给谁 他们的两个主要Luke市场 是自行车手和爱尔兰裔美国人 自然而然 他们要先在网上为这些立即市场测试景深库产品 因此他们便在产品的第一个设计元素中 加入了爱尔兰的幸运服 三叶草 他们的商业座右名是 如果你能打动客户的心 你就可以让客户掏腰包 如果你足够了解客户 例如知道什么能让客户开心 什么让他们难过或是什么让他们感到骄傲等等 并且抓住一种或所有这些情绪 这样将产品销售出去的机会就更大 比方说他们刚开始时推出的三叶草设计 爱尔兰人的国花是三叶草 他们研究了这个立即市场的一切 研究爱尔兰人的思考方式 谈话方式以及他们的兴趣 在为立即市场创建和发布每个产品设计前 他们都会进行类似的研究 确保对潜在消费者的里里外外都有充分的了解 他们还会学习来自不同文化的各种东西 了解什么东西对消费者有用 这样就可以更容易的将产品销售给消费者 关于供应商 他们决定寻找一个产品质量可靠 能提供按需印刷的公司 这样就能够尽可能将业务自动化 Luke专注于设计和研究 Diam专注于营销 其他所有东西都是自动化或外包给其他公司处理 他们成立了DeerBunch商店 目的是为了保持业务足够精简 也正因如此 在每一款新产品上耗费大量时间之前 他们都会先测试产品在市场上的反响如何 以下是他们开店时采取的步骤 第一步 找到一家供应商 第二步 采用一款吸引人的T恤设计概念 并将其应用于锦身库 第三步 开设店铺 使用合适的产品模型和图片 第四步 投放初始广告 为未来的营销和选品收集数据 从第一个产品开始 他们就能够尽可能的将流程自动化 四 如果重新创业的话 他们会优先处理这两件事 Luke说 我会尽快将工作流程自动化 如今 我们所有的产品图片 广告图片和视频都只需点击一下即可生成 这是真的 这能为每个产品节省大于一个小时的工作量 现在所有流程都自动化了 我每天可以发布15至20种新产品 完全是定制设计的 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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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